为了对抗Omicron 美国CDC预计很快就会更新口罩指引 佛奇虽然没名奖 但意思就是能带N95就带N95 有研究显示布口罩漏缝75% 外科口罩漏缝也达50% 而N95口罩只有1%到10% 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 免费发N95口罩 同时加码多送5亿份快筛试剂 总共10亿份的快筛试剂 首批在这个月19号开放申请 最快26号就会收到 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破百万 在芝加哥不只教师公会罢工 要求线上授课 连学生也走上街头向官员施压 要求改为远距教学 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就是戴好口罩 只是现在法国行政法院却下令巴黎市政府 暂缓执行户外强制戴口罩的命令 而当Omicron肆虐时 法国还松绑上个月对英国的旅游禁令 接种疫苗的游客只要检测为阴性 从14号开始就能访问法国 至于瑞典第四波疫情恶化多严重 现在连总理本人也确诊 其实包括瑞典国王王后 及女王厨也都在这个月先后确诊 频频创新高的单日确诊数 也让医疗体系压力倍增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